意大利队拿下第四局比赛的第一分 那么从第三局比赛开始 从第二局比赛开始 中国队调整了他的首发的轮次 我们讲到一开始 中国队是把卫球月放在三号位的 从前排两两根块打起 然后后来中国队转了一下 把卫球月一开始摆到了六号位 这样的话在一开始 让徐云利去拦对方的阿奎罗 那么这样转了以后 就是让薛明去拦阿奎罗 这样的一个轮次转位 在第二局第三局 中国队拦网上面取到了很好的效果 所以排球比赛 队员在场上 教练也是在场下 斗志斗舞 中国队一比三 好的 李娟单人拦网得分 阿 Eliza 至牛 中速循律 明天 入役 保有 Ethan 情 一船到位 把双倍飞 周总今天在进攻上面 确实很困难 前交叉后交叉双倍飞 对方都能够拦住 一旦他参与跑动进攻 对方就不管别人了 就是专门拦他 中国队落后三分 还是没有打死 对方穿球失误 中国队的机会 快球 还是有效拦网 这个球可惜 威修越的反应还是稍微慢了一点 这就没有太大防守难度 中国队叫了暂停 其实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 从香港那边的女排的解说员 也是在说起这个二船的问题 他说以前在冯坤传球的时候 他在二号位传球 对手敢不拦我们不敢 因为冯坤他的作为一个二船 他的这种 对于其他蓝王手的这种牵制力是很强的 一不拦他 他就很有可能打二次掉 或者是自己进攻 其实在很多时候呢 陈指导还提醒冯坤不要老想着自己去进攻 所以做一个二船 他首先他自己可以牵制对方的蓝王手 然后再加上多名队员的跑动 这就对对对手的这种蓝王的蓝度 有很大的提高 另外冯坤呢 他的蓝王 在尤其在雅典奥运会的时候决赛 同这个俄罗斯队 当时他的端篮王的确是把这个索弗洛娃拦得很没脾气 而且当时索弗洛娃呢也是很下一条心 冯坤越拦他就越要抄冯坤的手 中国队员还是落后三分 直接出界 5比7 意大利对8比5领先三分 第四局的第一次进入暂停 其实刚才刚才说到二船的这个话题 应该说近几年的这个国内的二船呢 手上功夫最好的还是宋迪娜 他的这个手指的爆发力确实非常强 他传球呢很少吃球的 基本上就是在手指触球的那一刻就发力 所以球传出去是又快又弹 而且这个稳定性非常强 他手上功夫呢确实 现在国内的很多二船还是比不上 对冯坤呢 他的这个手上的技巧 稍微比这个 宋迪娜还是要差一些 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他是吃球比较深 然后借助这 大臂的力量去推球 但是冯坤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脚下移动非常快 他有预判 他神经反应速度很快 所以很多球虽然不是很好 但他在通过脚下的这个移动提前到位 但是现在卫球院呢 肯定是目前国内的二船手当中比较好的 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呢 还是第一脚下移动比较慢 另外手腕的爆发力不够 所以很多时候呢 看到这个不到位的时候 尤其场上形式比较乱的时候 跑到这个球下的 速度还是不够快 另外因为手腕的爆发力不够 所以很多时候像这种不到位的球 传到四号都飘飘乎乎过去 所以对方的狼王手已经早就准备好 意大利对第四局领先了五分 陈仲和又叫了暂停 这次叫暂停以后主要是在收尾秋月 还比较生气 还比较生气 前去球发的真是不错 前去球发的真是不错 大西岩打在界内 好球 对方发球失误 对方发球失误 好球 好球 看头没有打死 对方的防守也很顽强 再给四号位 中国队给四小青 还是没有下球 连续的机会没有抓住 最后还是把机会送给了对手 12比7 12比7 这就不知道罗比亚科在跟裁判争什么 刚才这个球也没有判对对手 好球 这个球出界了 速度还是很快的 13比7 好球 薛明他在场上的这种气势 打球的气势确实非常好 无论是领先还是落后 不太受这种情绪的干扰 14比8 15分钟 写明发球失误 对手依然是领先6分 意大利队发球的是6号主攻手身高1米87的菲奥林 对手单人拦网得分 16比9 领先7分 进入第二次进入暂停 好了 小子 小子 耶 跳滚 其实刚才的这次船球那儿传上是有问题 因为很明显两名对方的狼王手云集在二号位 然后还有一名狼王手在四号位 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周聪在跑 然后马云文在跑被飞 李娟在四号位准备打拉开 然后孙小青的是在六号位准备打后排攻的 这个时候三号位是空的 如果把这个球传给孙小青的话 效果肯定要比传二四号位两端要好得多 张悠宏重新替换上场 这一球传的太贴网 中央队拦网得分 16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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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手这个探头大的 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 探头还想打探头还想打平打 打手出戒吗 中国队的机会 小车 又是马云文 拦网得分 好 没关系 一头慢跳 一定要慢跳 快点上完的 出手不少快 主蓝宝 主蓝宝 出现的时候 看什么出手 一二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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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这个球传的攻守扣得很舒服 18比13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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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他扣直线 是微球月的篮的线路 篮网 这个球没有篮在界内 非常可惜 中国队换上了4号刘二南 这球孙小青的扣球对手是拦到他的身上在封出的界 看来中国队又将被意大利队残忍的拉入决胜局 中国队现在周童也在场上 刘二南也在 现在等于是实行那种双自由人的战术 中国队换上了杨浩 主攻手 然后这段时间也是一直在感冒 看来症状还是有了减轻 看来症状还是有了减轻 中国队在这一局的局末换上这样的人员 也可能是想让他们先热身一下准备打决胜局 因为这局要搬回来的可能性已经不太大了 支持自己的局部 因为我们对他们也不太帮助 支持自己的局部 当然为我们对我们正在的局部 只会让我们的局部 再看来我们对我们的局部 还是反正的局部 双倍飞 对方还是去拦周思宏 好球 这球拦在界内 直接给了中国队一个探头的机会 马云文把握机会的能力不错 23比19 发长线 后排攻 这球对方没有过往击球 24比19 这样意大利队获得第四局的局点 两个队即将在决胜局当中 一较高下 这球长线打在界内 24比20 扣球得分 25比20 这样意大利队获得第四局的胜利 又将中国队拉入到了决胜局当中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来看中国队 从意大利队这场非常关键的比赛的决胜局 以巴萨并肩贡赢 以巴萨并肩共赢 北京奥运倒计十一周年 本色又不褪色 经典经得起考验 富贵鸟男装经典丝光棉体恤 运动没状态 因为能量消耗快 就像 来一罐红牛 随时补充能量 精力十足 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 一种温暖 但忽然幸福像孩子一样 时间那么大 只要我们心在一起 爱会一步一步 像生生 希望充满灿烂天地 世界那么高 只要我们心在一起 爱会让每个角落发过 有点未来